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动手制作一个可以好几天不用浇水的小花瓶 非常的简单 先给它剪开 我们就削这个底儿就行了 然后现在我们要放进去 桃粒 这个就是桃粒 它上面有好多小孔可以排水 透气性非常好 这样大概放一半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浇水 水呢 就刚刚没过这些桃粒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存水量 现在放土 然后我们轻轻压一下 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底下存了很多水 然后它这个土是会慢慢的从下面往上吸收水分的 这样可以坚持好几天 香菜呢 我有三个品种 这个呢是长芯的 也是外面超市会卖的一种 然后这个呢是可以一直剪去那个叶子来吃 这个是我最新买的 今天咱种一下这个最新买的这个 而且它的颜色挺好看的 紫色的 然后我们用沙纳的时候呢 我们是散播 给你们看一下种子长什么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播种 这样 散开 然后放在上面就好了 现在不要种太多了 因为种太多之后 根本就吃不完 然后到时候由于天气太热 它可能会很快就往上开始 长花 然后就开始结籽了 这样对于我来讲就足够了 这是我们在盖一层土 不需要特别多 因为它的种子很小 所以我们盖的土也就是 薄薄一层就可以了 轻轻按压 这样就好了 你看它的水现在已经吸收到这里了 这样的话下面这个水应该是可以坚持好几天 十几分钟过去了 你看它的水其实已经几乎都吸收到了最上面一层 然后让我们来帮它一下 稍微浇一点点 然后把我们的标签 放进去 种子在出芽之前 它是不需要阳光的 只需要适合的温度和足够的水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放在一个阴凉处 等它出芽的时候 我们再可以放到阳光下 这样呢放在阴凉处可以减少它水的蒸发 这个生菜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前7月21号种的 然后你们看底下水已经全部都干了 全部都被吸走了 也就是说它其实大概可以称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现在我们再给它浇一次水 浇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小一点的瓶子 然后轻轻地从边上给它倒 让它的水慢慢地渗下去